请看27页 第十行 歌探佛德第27 就是讲为什么骗共诸佛的细节 请看 佛告诉阿南 27页第十行 比极乐世界的菩萨 存着阿弥陀佛的微神之力 在一时寝 就是在一餐饭的时间很短 就能够一刹那往生十方 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真正的供佛 用香花灯果竹 传方宝盖 所有你欢喜的东西 只要你动个念头 就可以供养它 所以要是你很喜欢吃巧克力的话 你动个念头 通通都是巧克力 你喜欢Cappuccino Coffee 极乐世界也有Cappuccino Coffee 都是满你的愿望的 所以注意听 应念极致 这四个字紧化起来 紧化起来 这个是我专门度小朋友 为什么要去极乐世界的 这四个字 因为小朋友就会问我 师傅那我最喜欢的Teddy Beer 请问极乐世界有没有 我说有 各种颜色都有 让他生欢喜心 去极乐世界 那也有小朋友问我说 我喜欢Helicopter 极乐世界有没有 我说有 而且就像莲花一样 能够到十方一切的地方去旅行 的确极乐世界的 陷在你手中 所以你有各种的真妙 苏特的真银之物宝 各种你都可以供佛菩萨 而且这些都不是世间所拥有的 目的是什么呢 供养诸佛菩萨 你才会修最广大圆满的福德之良 接下来再看花很重要 为什么要花 请你写在旁边 代表六度之音 像比我们这个佛堂 为什么要供花 花代表六度万恒之音 水果是代表无上的佛果 所以极乐世界的人 也都会拿花 在天空当中供佛 所供的花 不管它供多少 通通会合成一个大宝散盖的花盖 花都往下 而且都非常的圆满 化成花盖 有百千光种的光色 每一种颜色很殊胜 而且有各种香 香气普勋 三千大千世界 那这个花呢 有大小差别 答案是什么 在你的愿力 心量跟愿力 假如你心量很小的话 刚往生的人 心量比较小 那愿力比较小 那他的花就很小 所以他说 盖之小者有石油群这么大 假如你的心量大 杜众生的功德力 愿力大的话 最大有吗 你的花可以盖 三千大千世界大 所以可见花呢 是由你心所显现的 再来看 随其前后 然后你因为供花 从上往下 对不对 就会一直往下 像下雨一样 以次化墨 假如呢 你供完了以后 你觉得你要供红色的 通通就变红色 你现在要金色的 通通就变金色 要彩虹的 就变彩虹的 你突然想 OK我供完了 花就停在虚空中 所以若不更以新花 重新重散的话 你前面供的花 就会停在虚空当中 就不会掉下来 表示说 你广修供养的功德 是圆满的 请看 观灯片 所以极乐世界 这些香 可以吹七宝树 出各种阴生 然后有很多的 大宝莲花 其实这些花 孔雀 阴生 乐器 都是阿弥陀佛变的 阿弥陀佛看 所有的众生 到极乐世界来 目的就是要成佛 他看到 所有众生的根性不同 有些很精进 有人很懈怠 每个人的习性不同 所以阿弥陀佛 大慈大悲 想尽各种办法 就是在极乐世界 你每天都可以 修福修会 这是他殊胜的地方 在这边 你想要见到 弥勒菩萨都很难的 你可能只能见到 弥勒菩萨的雕像而已 对不对 而且当我们 供佛的时候 我们的心 也可能是散乱的 可是在极乐世界的人 心他都是很定的 所以他发的愿都广大 所以 看幻灯片 无量妙花 随风四散 这就是 弥陀的功德力 再看下面 经文 二十七页 第十五行 中间 于虚空中 他会演奏各种音乐 以为妙的音声 来歌咏 赞叹 佛的各种功德 所以听好 我们佛门里面 为什么要用法器 敲墓于隐庆 或西藏要用灵根楚 就是用音乐 来赞叹佛的功德 将来会得到 梵音声远向 有些人讲话的声音 就很庄严 有些人讲话的声音 大家听了就不高兴 再加上 有些人 他常常恶口 所以讲的话 人家也不会相信 那假如你常常用音乐 唱梵拜 或是用音乐 来赞叹佛的功德 或是讲经说法 将来就会得到 梵音声远向 请看下面 经须一间 一刹那之间 你共玩佛 还其本国 就是回到极乐世界 然后大家集在讲堂里面 有七宝所装饰的讲堂 这是无量寿佛 阿弥陀佛本尊 就亲自会为你讲经说法 演唱各种的唯妙法音 你想听华严经 就有华严经 想听法华经 就有法华经 想听楞严经 就有楞严经 你想听南传 北传 藏传的所有的教法 阿弥陀佛都会单独为你讲的 所以莫不欢喜 每一个众生都很欢喜 那你也不用担心 阿弥陀佛只有一尊 哎呦 这么多人怎么办 阿弥陀佛都会光中化佛 就在你的面前 你的脸的面前 西方三圣 亲自为你说法 所以每一个众生呢 无不欢喜 听到佛法以后 心解得道 就是了解道理以后呢 他就立刻会证悟 而且开悟的 这时候 即时也有香风 吹七宝树 出各种五月阴声 无量的妙发 随风四散 自然共雅 这样呢 从早到晚 二十四小时 从来都没有停过 刚才说过 极乐世界 事实上没有早晚的 极乐世界的早晚 是以莲花打开 跟合起来 而来分的 接下来请看经文 一切的诸天 都拿着各种 接鸡 百千花香 这个鸡 是拿的意思 拿着各种 百千花香 万种音乐 供养彼 阿弥陀佛 及廉词海会 佛菩萨 声闻之众 前后往来 大家法喜充满 喜意快乐 所以你可以想象 那个场面 是非常壮观 庄严的大法会 为什么呢 答案27页第19行 我划线的地方 此 无上 无量 无边 此上面 无量无边的功德 都是无量受佛 他的本愿 加持你故 以其 阿弥陀佛过去 曾经供养 无量诸佛 以及往生极乐世界的眷属 自己也曾经 供养无量的诸佛 所有大家的功德 善根相续 没有缺减固 而且昼夜都很精进的修习 而且发愿 摄取所有的众生 也都往生极乐世界 所以简单的是说 一切的善功德 都圆满成就 所以极乐世界 有这样的功德 请看庚武 定成正觉院 29 好 请工作人员 帮我发无量受佛的佛卡 上面跟楼下的人都请发 好 请看29院 29页 第10行 用传的就可以 一排 然后用传的 好 请专心听 我现在教他们发 无量受佛的佛卡 不管大章小章都可以 请看经文 29页 第10行 庚武 定成正觉院 这一院也很重要 请做记号 请看 12院 定成正觉 我做佛时 29页 第10行 阿弥陀佛发愿 我成佛的时候 所有十方 无量无边的世界 来到我极乐净土的话 它都会远离分别 币娟 币娟 跟他讲 叫他低一点 不要挡到摄影机 请看 我做佛时 所有生我西方极乐世界者 请看幻灯片 远离分别 诸根极境 请把这两句话画起来 请专心听 工作人员发就好 心专心一点 因为这一院是很重要的 翻到极乐世界的人 为什么可以说 保证得成佛呢 因为他修的 因是远离分别 还有诸根极境 假如不成就无上正等正觉 正究竟圆满的大涅槃者的话 我就不成佛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 保证你会成佛 是因为有这一院 但我昨天有讲过 注意听 不是一往生就成佛 没那么快 因为一往生就成佛的话 那西方极乐世界 干嘛分三倍九品呢 请也拿一张佛卡给我 拿大张一点的 这样摄影机会照得到 大张的好了 没有大张的 那你小张的我也要 没关系 好 注意听 极乐世界你往生以后 对不对 因为有三倍九品 所以我刚才说过 每一个人成佛的快慢不一样 但极乐世界有个好处 有好的老师 阿弥陀佛 有好的 莲齿海慧佛菩萨 万英世智是你的班长 副班长 还有你过去已经 往生的家人 或多生多节的 在家出家的联勇 都一起在极乐世界 所以粮食亦有好环境 当然很殊胜 而且极乐世界也不用睡觉 睡觉的时候是入禅定的 他也不用去担心 三餐要做工 没饭吃 对不对 还要被老板炒鱿鱼 什么都没有 他就是一桩事 修行而成佛 因为你没有肉体之身 所以你根本不会累 所以有些精进的人 到了极乐世界 真的很快 立刻就成佛的 有些人比较懒的人 有没有 没关系 静一下退一下 静一下退一下 没关系 你睡觉的时候呢 休息的时候 还有鸟 咪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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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帮你副讲 所以呢 有各种音乐 所以你看到的境界 简单地讲 颜耳鼻舌声音 六根 接触到六种境界的时候 你都在修行 所以你会这么快重复 我们这边没办法 那这里讲 远离分别 注意听 远离分别 所以分别心 是我们要对峙的地方 我们这个世界的人 都是分别好跟坏 长跟短 珠根 积境 就是你的六根 都很积境 所以你要持戒 持戒 在清静道路里面 叫密护根门 保护你的身体 不要受外面的污染 举一个例子给大家看 看这里 我拿一个灯 我现在拿一盏灯 假如我现在这盏灯 拿到冷气房 冷气口吹的话 那灯一定很容易熄灭 你一定要这样割着 对不对 因为冷气是这样子 吹 那还有一个方法 你假如有个灯罩 把它盖起来的话 那在冷气怎么吹 它都不会熄灭的 这个秘密 注意听 是说 我们的心 就像这盏灯 在娑婆世界 有很多狂风暴雨 外在的诱惑跟烦恼 那这个灯罩 代表什么意思呢 戒定会的功德 闻思修的功德 假如你戒定会的功德 很强的话 外面狂风暴雨 不管它风气 冷气多强啊 它都不会吹血 那下所处什么呢 你要远离分别 诸根寂静 你的身心要很宁静 这个才是成佛的因 了解吗 假如我不这样的话 我不成 假如不决定成等 无上阿诺多洛三秒三菩提 成等正觉的话 正大涅槃者 涅槃有分两种 有于涅槃跟无于涅槃 那这里的部分呢 就是指成佛的大涅槃 无于涅槃 那阿弥陀佛 他说 假如不这样的话 我就不成佛 好 谢谢 所以这医院是保证你 为什么会成佛的原因 当然成佛的早晚 还是要看大家的快慢 接下来再看 二十九页第十三行 绝症结果第二十二 父子阿南 比佛国土没有昏暗 也没有火跟光 也没有日跟月 星要 也没有白天跟晚上 也没有几年几岁或结束 为什么呢 极乐世界是无量寿的 一幅住着家世 一富无住着家世 比如说我们在新加坡 你的房子就会有政府组屋 Black 几号 第几栋 第几栋 一层楼里面呢 也有你的号码 这同一层楼里面 也有不同的A跟B 所以我们这个说博世界的人 常常都有很多的标示 所以你才认出到自己的家 可是在极乐世界 因为你没有分别 远离 分别 租根极境 所以一切东西呢 是有你的心血线的 所以你住的地方 你也不用担心 跟别人弄错 于一切处都不用标示各种名号 它也不用取舍分别 因为假如有取舍 比如说这个房子是大 这个房子是小 那你一样还是会分别性的 阿弥陀佛很聪明 到了极乐世界 每个人住的宫殿房子 都一样庄严 所以你不用急得 每天都去你家家 逛街 Shopping Shopping 每个都一样嘛 这么庄严啊 都是有你的心变现的 所以你就没有取舍分别好坏 为什么呢 唯受清净最上的无上快乐的法乐 目的是什么 要断你的分别心 目的是要让你的身心极净 这一院它的主要两个目的 因为断你的分别心 所以平等心 你成佛的时候 你自己写叫平等性质 因为极净 所以心意清净 可以反射一切 所以叫做妙观察质 你只有心清净的时候 才能够观察三千大千世界 众生怎么帮助他 接下来再看经文 二十九页第十五行 若有善男子善女人 若已生 就是已经往生极乐世界 若当生 当生就是指什么 在座我们各位 将来你相信这个法门 你将来会往生极乐世界的话 你也可得到这种功德 所以保证一定会成佛 做当生者 参加经文 皆惜注于 镇定之据 截定正于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阿诺多罗三秒三菩提 翻成了 无上正等正觉 何以故呢 因为协定据 跟不定据 是不能够了知到 西方极乐世界 法藏比丘 因地理 建立这个清净国土 广大殊胜的 这个功德 这里的比因就是什么呢 指四十八大院 比因 建立比因 比因就是指四十八大院的殊胜 它是重重无尽的 我前几天说 四十八大院只是归纳说 你不用发个四十九院或五十个院 表示你比阿弥陀佛厉害 其实那是烦恼 叫做傲慢心 狂妄心 四十八大院只是归纳的 你把它归纳起来 就是普贤十大院 十大院呢 你再有呢 展开四十八院 再展开呢 释迦佛的五百大院 再展开呢 是诸佛菩萨的大院 好 请看幻灯片 在这里面我用了紫色 有三个名词我要解释 请看下章 什么要镇定之据 协定据跟不定据 好 我把幻灯片画打出来 我慢慢讲 你可以抄 镇定之据 据就是指聚合 好 就像我们拿一个贡杯 水晶杯 我们要供养三宝 里面放了很多金银珠宝 聚集在一起 这叫聚 聚集在一起 据也可以英文翻成 correction吧 收集 镇定之据就是说 它有正念正知 而且有甚深的禅定 镇定之据呢 以现代话来讲就是说 本身善根很深厚 比较不会受环境影响 这个镇定据 协定据跟不定据 是讲众生可以分为三类 这是补充资料 在讲义上没有 请看幻灯片 一般的众生 有些人举个例子好了 妈妈生小孩 或老师教学生 有些学生 你只要一点他 他就非常好 你叫他做功课 他的品德也很好 从来就不用你操心 这样子善根很深厚 也很守规矩 而且很精进用功的学生 这个叫镇定之据 本身善根很深厚 当然这个善根 是多生多结修的 假如你是拜普门品 拜观世音菩萨 生得福德智慧之难 你一出生的时候 他就很有善根 不用操心 没有坏朋友 有智慧 那一辈子呢 你都很好 那你就很有福报 假如你生一个呢 又调皮又捣蛋 专门的troublemaker 然后专门给你扯麻烦的 那个叫什么 第二类 邪定据 本身善根比较浅一点 他的恶念跟恶习很重 常常喜欢清净 恶友跟恶环境 动不动呢 就容易造恶业 那老师跟你说 镇定据啊 是从山山道来投胎的多 邪定据的人 深呼吸吸啊 师父要告诉你真话 都是从地狱 恶鬼畜生 投胎来做人的多 因为他过去的习性不好 你叫他不要杀身 他看到呢 蟑螂就蚂蚁 我没有看到 不是我做的 他做的 明明是他打的 他要说话 但你怎么劝他 怎么劝他 他就是控制不了自己 这叫邪定据 善根很浅 他喜欢清净恶友 好朋友跟他讲 How can I trust you 我不相信你 坏朋友一讲他 OK Very good Let's go Together 这个呢 就叫做邪定据 小孩子里可以看得出来这样 学生也有这样 同样的 在佛门修行里面的 云云众生 每一个人的根性 也就不同 第三种叫不定据 个性本身 本身个性摇摆不定 遇到善缘就变好 遇到恶言 他就变坏 就好像在佛门里一样 遇到好的怜友 他就精进 遇到不好的怜友 他就走错路 他自己没有办法做抉择 他依他过去的业的显现 变好跟变坏 常常摇摆不定 这叫做不定据 好 现在讲回来 西方极乐世界 什么叫正定据呢 就是我举一个一百试 给你们听 我们在轮回里面 我们都是多生多解修的 对不起 不定据还有一个要补充 正定据我刚才说 大部分从三善到来 对不对 邪定据是从三恶到来 不定据呢 表示说在三善到住过 也在三恶到住过 上下都投胎过 好坏都有过 所以他的心就常常会摇摆不定 好 那再讲回来 阿弥陀佛净土 什么叫正定之据呢 假如我们以一百试来讲话 他多生多劫都拜阿弥陀佛 听到很多善知识 讲很多很多的经论 他多生多劫 不管修什么法门 都要求生极乐净土 只是他的功夫还没成就 可是当他功夫成就的时候 他就往生极乐世界 这个叫正定之据 就是多生多劫跟极乐净土 有善缘 第二个 邪定据是什么呢 遇到 知见不圆满的老师 或见解走偏差的老师 或是呢 见解走偏差的佛弟子 所以他常常毁谤净土 造恶因 所以纵使他遇到苦难了 念了阿弥陀佛了 可是呢 他都不会升起相信的心 这个叫邪定据 那你会说 奇怪师父有这样的人吗 有啊 我刚刚就说了嘛 老人家里面念阿弥陀 哎呦 我没死 我念阿弥陀佛 你看他已经听到阿弥陀佛了 可是他心里是不相信的 这个叫邪定据 知道吗 可是他能够听到阿弥陀佛的佛号 其实也是多生多结修的 那就一直到哪一世啊 他真正相信了这句佛号 他也可以去极乐净土的 但是会比较困难一点 不定据的是什么呢 就是各位摇摆不幸的个性比较多 譬如说呢 一下子一百世里面 又修极乐净土 然后呢 遇到另外一世呢 又修其他的法门 然后呢 又呢 碰到了困难 又修极乐净土 然后呢 又呢 遇到 又修其他的法门 就是变来变去 摇摆不定 结果有一世呢 登起来 幸运的就让你去极乐世界了 这个叫不定据 可是这三类的众生 都跟阿弥陀佛有缘 他的缘的深浅不同 当善根 福德因缘成熟的时候 都可以往生极乐净土 这是这一段我要解释的 这是比较深的道理 好 接下来请看 对不起 我今天又不回答问题了 因为我今天得介绍光明无量月 所以问问题的联友 请不要不高兴 要生水洗心 师父重视你的问题 讲到相关的时候 我还是会回答的 请看第三十页 第七行 更六 法身庄严院分五 心一 现在讲法身的功德 法身屁育像太阳一样 请看心一 十三 光明无量院 我做佛时光明无量 普照十方 胜过绝胜诸佛 阿弥陀佛的光是胜过其他诸佛 胜过太阳跟月亮的光明 胜过太阳跟月亮光明 加起来一千万亿倍这样的光明 阿弥陀佛的光都比他还光亮 这叫做光明无量 同时看经文 心二 十四 触光安乐院 若有众生 在见到我 阿弥陀佛放光照着他 照住他的身呢 没有一个人呢 心中不感到安乐的 而且他的慈悲心会增长 而且会努力精进做善行 善法 而行菩萨道 假如若有众生遇到我的 曾经照过光他一次的话 将来一定来生我国极乐世界 假如不这样的话 我就不成佛 这是这一院的目的 接下来 这个很容易懂 就是说阿弥陀佛的光明是骗照十方的 绝圣诸佛 超过所有的一切诸佛 所以他叫做光明无量院 那为什么会有这么殊胜呢 请看幻灯片 这个就是道正法师画的 西方皆引阿弥陀佛 你看到他全身就是放光 所以为什么今天 在讲经的时候 我要教你一下光明想 光是很重要的一个修行方法 接下来再看 阿弥陀佛的脸局部 他头顶的背光 万丈光明 那有人会问 师父我看到光是不是很亮或很刺眼 答案不是 是触光安乐愿 你看到的光 不管它亮跟不亮 最重要是让你的心很宁静 很安详 跟界定会相应 有人也会常来问 师父我告诉你 我念佛 我就看到阿弥陀佛那个佛像 我非常非常高兴兴奋 答案是幻境 因为光不会让你兴奋 看这里触光安乐愿 让你的心很宁静 很安详 这里的乐是法喜充满的快乐 绝对不会是兴奋的 了解吗 所以金可以愿 是让你判断的标准 再看下面 再看刚才 刚才的光是什么 金色的或白色的 注意看这张 道正法师背后画的就是白色的光 跟金色的光 我上次说过 白代表清净不染 金色代表你如来藏宝藏的功德 所以白光跟金光是释迦摩尼佛教的 你不要乱乱想 接下来再看我们大乘常常的是这张 西方接引阿弥陀 华人里面最喜欢拜这张 金中学会也很喜欢这张 很好 但注意看阿弥陀佛身上的背光 什么颜色的 彩虹的 各位有看到吗 可能连平常都没注意啊 对不对 阿弥陀佛他的左手捧着金色宝台 象征上品上身啊 好 再看日本人怎么表达彼佛光明无量 阿弥陀佛的光明是无量无边的 你看他 他在阿弥陀佛的后面用木雕的 有一条一条的线 代表阿弥陀佛光明无量院 所以你多读一些经论啊 你对于布置道场或建立佛堂 你才会有智慧 不是说你爱怎么想就怎么做 不是这样的 也更不像现在很多人他要画观世音菩萨 爱怎么画就怎么画 不是 画佛像他有他的道理跟标准的 所以你看看这张图片 日本人怎么样用木雕表现阿弥陀佛光明无量院 再来 触光安乐院 看这张 阿弥陀佛呢 他的背光就像柔和的太阳一样 你被阿弥陀佛照到的话 或是呢 你绝对身心是非常的安详宁静 而且法喜充满的 所以有很多人都跟我说 师父啊 我拜一个观世音菩萨 你知道吗 我拜一拜就开始气动了 观世音菩萨就这样了 我说对不起 他不会这样来的 真的 我有经文根据吗 真的来的时候是很祥和的 知道吗 他不会吓到你的 也更不会说 哦是不是突然像炸弹 蹦起来阿弥陀佛就出现了 蹦起来又不是出流连呢 对不对 所以很多人啊 对佛法不了解的时候 都是用自己的意思去解释 有时候地方是错的 阿弥陀佛呢 他是触光安乐愿的 再看下面 我必须讲个段落 三十页 三十页第十二行 请看光明骗照 佛告诉阿难 阿弥陀佛 微神光明 最尊第一 十方诸佛 都不能比 请画起来 我换灯片 有换不同的颜色 你可以复习重点 不是说 我们看不起其他的佛 没有 这是释迦摩尼佛 亲自讲的 释迦摩尼佛 也不会因为自己的光呢 比不上阿弥陀佛 他就觉得很丢脸 或是他就不讲 不会 释迦摩尼佛 更赞叹阿弥陀佛 他是十方诸佛的光 最为殊胜的 为什么呢 遍照东方横河沙树 百千万亿 纳犹他佛刹 南西北围 四围上下 也都如此 那在幻灯片里面 前面我有紫色的字呢 那是取之于 静中学会的科派 叫做微光遍照 那是科派 第二个 若画顶上的圆光呢 有些佛是有一游寻 二游寻 三游寻 四游寻 有些是百千万亿游寻 只有诸佛的光明 有些所造的远近 有些可以造一个佛土 两个佛土 有些造百千万亿佛土 只有一个阿弥陀佛 光明无量 他的光明可以遍照 无量无边无数的佛国土 所以他叫做光中极尊 那现在有一个问题来了 请问他造无量无边的佛国土 请问他造不造新加坡 造不造你的头顶 造不造你家的厕所 造不造你家的厨房 你们都会说造啊 但事实上你相信吗 很好 谢谢你 所以真正呢 你要注意 阿弥陀佛光随时都在造你 但你感受得到不到呢 要有信愿心 你真正很虔诚的时候 阿弥陀佛真的光明是骗照的 请看下面 日本的 阿弥陀佛 彼佛光明无量 造实方国 无所障碍 事故好为阿弥陀 我现在念的这段经文 是阿弥陀佛的经文 彼佛光明无量 阿弥陀佛无所障碍 任何的地方 山啊 他都可以穿 所以看这张图片 阿弥陀佛 是从山里面呢 出来的 叫山月阿弥陀 这是日本的国宝 我知道华人的世界里面 只有日本人有 台湾也没有 新加坡更你看不到 为什么 他是从阿弥陀佛光明无量院里面 把它衍生而变成图像的 看阿弥陀佛比较大 旁边观音式制是带宝盖的 也是从山里面呢 一起出来 再看下面 诸佛光明 请看三十页十六行 诸佛的光明啊 所造的远近啊 本他过去是在阴地里 求道发愿行菩萨道 要看他发的功德的愿大小而不同 当他成佛的时候 每一个人的功德就会不一样 所以当他成佛的时候 每一个人因为他的功德小 那他积的功德少 所以他的光就少 反过来说 他的光功德愿力大 功德大 当然他所造的也就大 所以各自得知 自在所做 根本是不用你用数字去据算的 或个别人去计量的 这叫做显光阴盛 接下来 阿弥陀佛 佛光明善好 胜过于太阳跟月亮 百千万亿倍 所以阿弥陀佛叫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请把这两句话画起来 这是整部无量寿经里 你说无量寿经要赞叹四十八大院 赞叹阿弥陀佛四十八大院 把它合为两句话 就是这两句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因为阿弥陀佛叫 无量光佛 无量寿佛 光是代表他的智慧 最为殊胜 佛中之王 代表他的寿命 无量寿 所以福报最长远 所以往生极乐世界的人 每个人寿命都是无量寿 所以诸佛称叹 详细地说呢 请看下面 世故无量寿佛 右号叫无量光佛 叫无边光佛 无外光佛 无等光佛 也叫智慧光 承照光 清静光 欢喜光 泄脱光 安影光 超日月光 跟不思议光 请看幻灯片 我就写个note 叫十二光如来 这十二光如来 很抱歉 我没办法解释 因为一解释 这三个 这十二个 起码我要讲三天 才会讲圆满 好 看下面的幻灯片 他怎么样介绍 十二光佛 日本东大师奈良 同的 背后有没有看到 有一尊一尊的小佛 有没有 就是十二个光佛 有见吗 非常庄严 有两三层楼这么高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阿弥陀佛的背后 是有十二光如来的 就是讲 他有十二类的功德 那这十二类的功德 就是我们要 用功的地方 比如说清静光 就是我们的心 要清静 欢喜光 就是你学佛 因常念佛而生喜 常常应该很欢喜 为什么呢 我学到保证成佛的法门 再看下面 侧面 很棒吧 光中极尊 佛中之王 所以我要很高兴 我这次虽然延后讲座 但因为延后三个月 所以我准备得更圆满 所以好事跟坏事 不一定啊 所以谢谢大会的提醒 看看中间 十二光佛 假如现在这十二光佛 跟阿弥陀佛 亲自就站在你面前 那你一定非常的欢喜 会很感动 那就保证你 一定往生 极乐净土 那这些现象呢 可能会在梦中出现 也可能会在禅定中出现 这后面再说 好 让我继续讲 请看三十页 第二十一行 阿弥陀佛 无时无刻都不再放光 所以足世光明 普照十方 一切的世界 若有众生 在禅定的时候 诵经的时候 或睡梦当中的时候 各种情况当中 假如遇到阿弥陀佛 亲自为你放光的话 构灭善身 你的心中的污垢 一定会灭除 善根会生起 身心啊 你会得要安详跟柔软 所以科叛叫欲光善身 注意听 这就是判断你 你现在见到的阿弥陀佛 是不是真的 举一个例子 假如你现在念阿弥陀佛 你念阿弥陀佛 你自己在家里用功 阿弥陀佛 念完了呢 无量寿清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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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突然阿弥陀佛出现了 你怎么知道是真的假的 继续念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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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观它是彩虹跟透明的 不要执着它的实体 若是真正阿弥陀佛放光 它会更放强的光照着你 然后呢 你就会构灭善身 身意柔软 请把这两句话起来 你会觉得你的烦恼 立刻呢 就像呢 像火一样 浇到水 烦恼就熄灭了 然后你的呢 非常的欢喜 很宁静 不是兴奋 身心都很柔软 然后呢 这就是真正的佛 现前 古人还有一个 判断的标准 注意听 就是阿弥陀佛 是透明的 没有实体 所以阿弥陀佛 没有影子 在古来净土中的 圣贤录里面 也有判断的一个标准 假如阿弥陀佛 现前怎么办呢 那就继续念阿弥陀佛 假如是阿弥陀佛来的话 它真正放光加持你 它会非常的殊胜 不是广光的 大跟小 强跟弱 都不用管那些 是讲你身心的绝授 所以呢 你继续念的话呢 然后你眼睛可以看一下 假如阿弥陀佛有影子的话 那是幻境 为什么 因为有实体 才会有影子 可是阿弥陀佛本身是空性的 所以真正的阿弥陀佛 是没有影子的 这是高僧在净土 圣贤录写的一个 判断的标准 各位可以做参考 接下来再看 若有众生在地狱恶鬼畜生 三恶到极苦之处 见到这个光明啊 他立刻呢 夜就会停止 接得休息 当他的夜静的时候 也可以从地狱恶鬼畜生 往生极乐世界 而得到解脱 所以鸡鸭狗猫 是也可能往生极乐净土的 三恶到的众生 幽冥界众生 也可以透过超度跟念佛 而极乐净土的 这叫三土解脱的功德 最后再看 假如若有众生 听到阿弥陀佛 这是光明无量的功德 微神跟功德 非常的欢喜相信 而且昼夜的为人赞叹 演说 甚至他的心里 真的百分之百相信 天天发愿去极乐净土 永远不中断的话 那恭喜你 将来因缘成熟的后 随你的愿心 一定也可以往生极乐净土 经文到这里 请看一下 日本的国宝 这也是叫做三月阿弥陀 这是另外一张图片 他遇到佛放光的时候 他善根会升起 所以佛他画的是金色的 旁边有菩萨 有僧文重 再看下一张 三土解脱 所以三土的解脱 看到阿弥陀佛 地狱恶鬼出身 就看到阿弥陀佛像什么 从高山里面穿过来 佛一放光 三恶道的众生 也可以去极乐世界 再看 阿弥陀佛极乐世界 他讲经说法 说法印 昼夜都不中断 日夜称说 他置心不断 中间阿弥陀佛截这个手印 叫上品说法印 他每天都在讲经说法 昼夜不中断 阿弥陀佛活着 每天就是为众生说法 再看下面 刚才讲 可以接三恶道的众生 当然也可以接 临终的众生 请看 日本的国宝 接影的西方三圣 你看 阿弥陀佛 前面的右下角 是观世音菩萨 拿着莲花 然后呢 左下角呢 是大士之菩萨 拿着宝盖跟床方 然后你看他 阿弥陀佛的光的 头的地方 他画很多 这代表比佛光明无量 所以真正看到佛的时候 是非常非常的庄严 甚至可以告诉各位真话 他真的是世界语言文字 无法想象 太庄严 太美好了 只有一个方法 好好修 你才会看到 再看 至心得身 这张是日本的国宝 阿弥陀佛跟临终 二十五位菩萨 接一个上品上身的出家人 右下角有一个出家人 然后你看那个右下角的 这个出家人的屋顶上面 有一个小小的小小的 有没有 一点一点那个佛 小小的佛 那是叫化身佛 所以这个出家人是上品上身 往生的 然后中间的阿弥陀佛 站着 那就是爆身佛 前面呢 第一个菩萨拿莲花的是观世音 第二个拿散盖的是大世智 然后呢 有二十五位菩萨 所以希望往生其乐世界 是真实发生也存在的 再看 临终皆隐 这张是唐朝善导大师亲自画的 阿弥陀佛每一间摆好放光 照在这个比丘的身上 所以临命中的时候 你的心是非常的柔软欢喜的 挺好 再注意听 往生的时候是这样 是你这样子 阿弥陀佛阿弥陀佛阿弥陀佛 你感受到 你自己就像脱一件冬天的衣服 然后阿弥陀佛出现的时候 就放光加持你 就会告诉你 善男子善女人 我来接你 阿弥陀佛会念你的名字 阿弥陀佛的手上 就会拿一个莲花 上面刻你的名字 比方说我往生就刻一个 世心红莲座 然后呢 阿弥陀佛放光加持你 你非常的欢喜 然后你动个念头 你就踩上莲花 然后就去极乐世界了 就恭喜你 所以换句话说 往生的时候 是真的活得正面分明去的 往生的时候 没有中阴身 他不会说往生的时候 昏过来一下 阿弥陀佛拉回来 醒了没有 OK 到了 没有这样子的 所以注意听 从这个角度来讲 所以从古至今啊 为什么极乐净土 弘扬的大德说 往生呢 是不死的法门 就是从这个角度说的 他真的 你从现在嘛 比如说现在 我活着四十三岁 假如师父还有福报 活到八十岁 不要活太久 太久很苦 对不对 除非我活下来 还对众生有利益 举起讲经说法 假如我八十岁到了 那我灵命中的时候呢 能够蒙佛接引的话 我是正念分明而去的 所以我没有死过 所以我是无量寿的 所以叫做不死的法门 这是阿弥陀佛的愿力 跟你信愿行的功德力 因为临终的时候 佛会放光来接引你众生 好 那这张照片就讲到这里 今天请看你手上的这张阿弥陀佛 来 我为什么要介绍这张呢 这张是我学佛 二十五年多来 第一张我供的阿弥陀佛 我观的这个所谓光明无量院 就是这一张 所以我印出来供养大家 有大张也有小张 待会工作人员我会在下面 然后呢 假如你欢喜的话 大张让你复背 然后放在佛堂 小张的部分听好 让你带在包包 你不要担心 哎呦 师父我要去厕所 那你阿弥陀佛放哪里啊 哪里都有佛的 我印小张的目的 注意听是要你观想用 戴在身上 一直戴到你临终 坐捷运的时候突然烦恼来了 阿弥陀佛我很想念你啊 我记得你 你记得我吗 这是要你观想用的 你看这张全部是金色的 阿弥陀佛的左手是拿金色莲花宝台 他身上是放光是透明的 右手大慈大悲 阿弥陀佛的头顶呢 是有宝盖的 然后呢 他是坐在莲花上 一切是透明的 所以我希望如果你看到这张欢喜 你可以观想这一张 我是非常喜欢 师父观阿弥陀佛就是观这一张的 为什么要观一张呢 因为佛是没有固定形象的 你常常想那个 常常想 举方说想你的爸爸跟妈妈 你怎么知道爸爸妈妈 因为他有照片嘛 同样的你常常想爸爸想妈妈 当然他梦中你就会做梦到爸爸妈妈 同样的教大家观想就是 因为你平常都不知道怎么想佛 虽然这只是一个佛卡 但要有恭敬心 他是佛的化身的显现 你常常想 常常想 听好 你想哪一尊 灵命中的时候 阿弥陀佛是空性的 他就是显现那一尊来接你 了解吗 所以灵终的时候你不用怀疑 他看到 哎哟 阿弥陀佛 你是真的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 我不是这尊 我这尊 那不是很好笑吗 对不对 大家听得懂潮桌话吗 各讲美男语 所以佛是由心显现的 从世俗地的角度来讲 你要训练一张 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喜欢这一张 道正法式化的 很好 我也带着 都可以 所以每一个人喜好不同 没关系 佛像是空性的 但是你要选一张 常常去训练 所以这张佛卡你先带回去 明天请要带来 因为我教的方法还没有教完 今天时间到了 大家应该休息了 讲经就讲到这里 谢谢各位 好 那我现在就教你 我们静坐一下 静坐的时候 你想观想 刚才讲光对不对 光的静坐的时候呢 你可以直接想阿弥陀佛 试试看这一张 就放在你的手掌上 或是你拿着看着都可以 没关系 你就练习 你想阿弥陀佛就在你的头顶前面 阿弥陀佛万丈光芒照着你 好 那这张佛卡 对不起因为我没有电子档 我换另外一张好了 请看幻灯片 你可以想这张阿弥陀佛 都可以 只要想一尊佛 把心定在那里 在观佛的时候 昨天发了一张佛卡 那观佛 极乐净土 观无量的功德 可以分为三类 请专心听 背在你心里 不要抄笔记 第一 观佛的功德 佛当然就是阿弥陀佛 第二 观眷属的功德 包含观音 世智跟莲慈海会佛菩萨 第三 观净土的功德 就是观七宝池 八功德水 或莲花化身 这些都是阿弥陀佛的 愿力所成就的 那今天我要教观佛的功德 在观佛的功德里面 有分为种跟别 所谓种就是你 拿到一张佛卡 你看整张的佛像 请看幻灯片 这样子就叫做观佛 总的功德 怎么知道呢 就是它是整体的阿弥陀佛 举一个例子 比如说你的爸爸妈妈 不管他在世或不在世 有些的父母已经往生了 当你人家跟你讲 哎呀你爸爸妈妈生前的时候 非常的慈悲 人很好啊 我们大家都很喜欢他 他人缘很好 请问 你想到的时候就会掉眼泪 为什么 因为你想到他的样子 想到他曾经跟你说过的话 所以妈妈虽然他已经过世了 可是呢 你想到他的照片 以及他的样子 以及你想过他对你说过的话 就会震动你的心 同样的以此类推 我们还没见到阿弥陀佛 我们是一个凡夫 老实说也看不到阿弥陀佛 但是阿弥陀佛有法报化三身 所以他可以显现庄严的佛像 庄严的佛卡 对不对 庄严的木雕或石雕的佛像 这个就是佛的化身 那各位看这张画吧 今天大会之前也有人跟我说 有佛堂要送我我们 我说非常好 非常感谢 所以因为就发给大家 因为张树有限 每一个人不一定拿到 没关系 有些人喜欢这一张 因为什么 金光陈陈君 对不对 有些人会觉得 这一张不怎么样吧 有点复杂 没有关系 简单跟复杂 佛都可以显现 最重要你也需要选一张 你自己生喜欢喜新的 就像过世的妈妈 妈妈有时候是穿洋装 有时候穿夏天的衣服 有时候穿冬天的衣服 每一张照片都是妈妈 所以你不用去分别 同样的 阿弥陀佛可以显现不同的 有白色的 金色的 都可以 没关系 这个叫观佛的总相 这个明天我会教 观佛的总相呢 就是让他感觉 他就在你的面前 现在我要今天教的是 观佛的别相 佛有三十二相 八十种好 以化身佛而说 报身佛的话 观无量寿佛经说 佛有八万四千像 佛有八万四千随行好 所以我今天要教别相 别相就是什么 先观佛的头部 头部里面请看幻灯片 这张就是依道政法师 他的照片我拍的 我用摄影机单独读拍的 阿弥陀佛他长得跟人不太一样 为什么我们要想佛的功德 才会升起佛的功德 所以阿弥陀佛 你看他的耳朵是非常的饱满 而且很长 曾经有小朋友问我说 师父 他的耳朵这么长啊 师父我拉一拉我也变长 我说耳朵不是用拉的 是要用修的 所以他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 都非常的庄严 可能有人会觉得 哎呀你看阿弥陀佛大慈大悲 我最喜欢他的眼睛了 此眼是众生 有人会觉得说 哎呀阿弥陀佛的鼻子是最酷的 我喜欢看这里 有人会觉得你看阿弥陀佛的嘴唇 樱桃小嘴 变才无碍 都好 这些都是佛的功德 三十二相经里面 任何一个相你都可以观 但今天要教大家一起练习的就是 佛两个眉毛中间的那一点 叫眉尖白豪像 这个只有成佛才有这个功德 当然世俗上在印度教里面会说 这是第三只眼 是开发我们心灵之眼 也可以这么说啦 对不对 然后啊 有些人呢 对于身体能量很敏感的话 他就会觉得说 我观这里就很容易得定 很好 南传佛教修白骨观的地方 也有从这里观的 也有从脚趾 但是今天我们要讲 注意听是观佛的功德 怎么观呢 先观向你 待会静坐在莲花里 莲花观前几天都教 所以我想 大家会很熟悉 观想你的脸的额头前面 这样子 大概是这样的天宫 因为他要录影嘛 大概想在这边 阿弥陀佛脸是像你的 也就是说你的额头前面 多大呢 你自己观大概一层楼这么高 如果你能够观两层三层也很好 但是刚开始训练的时候 先观一层楼这么高 然后阿弥陀佛的佛像 非常的大 所以整个阿弥陀佛的脸 可能比我们讲堂还大 为什么呢 佛面犹如静满月 所以你就观阿弥陀佛 两个眉毛的中间 这是释迦摩尼佛 在南传 在大称 甚至金刚称也有提到 就是佛的眉尖白好像 因为这个点 是整个圆的脸 一个圆圈的正中心 当你专注的时候 你的心就会定在那里 你不要去期望 今天阿弥陀佛会跟我讲话 不要其实这样 不要有任何的妄念 当你观得很好的时候 注意听 观它是透明的 它的脸会自然的就浮现 你就感觉 我就看到阿弥陀佛了 这是心它得定的创造 心会非常的宁静 所以你要观察 佛的脸 现在你看它的 请看幻灯片 佛的脸非常的饱满 非常的庄严 但是你不要想了 那就是我儿子那个肥肥的肉 不是 那血肉之鸡 你不会得定的 我们凡夫呢 身体是血肉之鸡 是善恶的业力所显现的 可是阿弥陀佛是呢 多身多劫 功德显现 所以阿弥陀佛的脸很饱满 但是呢 它是很庄严 却是透明的一般 好 今天先练习这一点 这叫观眉尖摆好像 当你心跑掉的时候呢 再回来 那因为要训练大家专注 所以今天静坐的时候 眼睛要闭起来 用想的 假如你想不起来 你可以眼睛打开 看看师父的幻灯片 想一想 然后呢 再加眼睛 用眼睛想 用闭眼睛心想的 但不要太用力 不要待会太用力呢 全部呢 眼睛都掉下来了 所以就放松就可以了 好 现在我们先静坐 好 请把背意挺直 身体全部放松 手请叠起来 结禅定印 这样你的心会比较容易定下来 然后东西可以放在旁边 完全放松 然后呢 我们 先敲目语 训练一分钟 观想自己坐在大宝莲花 当我敲隐庆的时候呢 你才观这个 阿弥陀佛的每一间白豪像 注意听 敲第一身隐庆的时候 观每一间白豪像 观第二圈的时候 敲两身隐庆的时候 观想阿弥陀佛的这个 每一间白豪像的眉毛 就像太阳一样 放金色的光照着你 照着你的身体 照着你的脖子 照着你的身体 然后呢 全身呢 你都是变透明的 所有的业隐都颤除 昨天有讲过 彼佛光明无量 照实方国 无所障碍 事故好为阿弥陀 当你虔诚地想的时候 阿弥陀佛的佛光 就会照在你身上 好 把心静下来 对于有些人来讲 或许他一下子心就能够定下来 而且想得非常的清楚 非常的安详 跟宁静 对于有些人来讲呢 他会觉得没有什么 但是心的确宁静的多了一点 对于有些人来讲呢 睡得很好 也不错 阿弥陀佛放光加持 让你一天的疲劣 起码得到短暂的 片刻的安详 但是在这观想的过程当中 注意听 初学的人可以打开眼睛一半 闭个眼的话 也可以 各位很多老菩萨 或是莲友都是老参 所以闭着眼 有时候他会比较专注 但是